水人燈下 這一集我們繼續很高興能夠請到陳麗雲 和我們繼續分享她的灑文 麗雲姐你好 怎樣 沒有啊 我們甚至有談了很多你入行的經歷 包括你小時候沒有機會讀書 那可不可以怎樣演變到呢 又懂得這麼多文字 那這個改變呢 我相信也影響了你的寫作的生難 是嗎 是 我看到這些文采很有趣 其實這些字呢 有些我甚至乎是不明白的意思 好像你說是古文嗎 又不是古文 那些到底是什麼文字來的 不知道啊 我也不知道 同事看到呢 有些帶有那些叫月曲的字眼 可不可以這樣說 嗯 月曲什麼字都有的 不是某些字是月曲的 不是這樣的 那個感覺 那個文化 我根本就 自己寫了都不知道是什麼 總之覺得是 我的心是想著這樣寫 我表達一些意見 我寫得出來 那我看到你裏面有很多 有些很簡短也有些很長的 但是呢 可以說 這裏是每一篇東西都是我從我的心發出來的 是對生活的 和周邊的人與文 有所感觸而寫出來的 就不會有一篇 是故意閉門造居地寫的 所以你可能呢 有些人覺得說 比較珍安 看到就是 因為用了真的感情 真的感覺去寫 那時候是每天出的 還是每個禮拜 當然不是的 我怎會有空每天出的 不會的 別人追到我 追到我死死下 我又交了一篇 那一篇 很多本雜誌 我不單止我自己寫的 我也曾經代筆 和別人寫三本雜誌 寫專欄 不過是誰沒有說 好 可以分享一下 當中一兩篇比較喜歡的文章 是這本書 這個叫陳麗雲文集 這個不是真的陳麗雲文集 為什麼有這本書 就是說 有一次我去中文大學 拍一些教材 他們有些人就好 知道我有寫東西 就很想看我的東西 於是我就 影印了一些 因為這些是 我家裡都有剪貼寶 有留番的影印了給他 然後就去我家職公司 打了這個封面 就給他們 他們拿了這樣看 其實不是說 真的這樣出街 不是這樣 不如這樣 就分享一下當中的一篇文章 就是一個小朋友寫一封感謝信 多謝你 哦 你說在明我貼了很久 貼了很久 貼了三個月 是啊 這個故事挺好 我覺得挺正面 可以教到別人與人相處 和一個積極的人生 不如分享一下這個故事 好啊 因為那時候 我家學校 周年紀念 因為我寫了很多歌劇 在節慶的時候 他希望我可以和他們 導演一個歌劇 是我自己的作品 叫做《毀滅》 就是講一些吸毒的故事 一個人吸毒的故事 那些演出的人 就是有他那一群的學生 就是誰說 我想做 就去報名 就找了十億個學生去教 在教他們的時候 就是比較 大家的感情挺好 即是熟落了 初初大家不認識 熟落了之後 可以說是無所不談 有一次有個男生 那個男生是第21歲 很純品的 平時不太出聲 他有話告訴我 他想自殺 那我說 他為什麼想自殺 他覺得他沒有家庭溫暖 他媽媽不疼他 那我說 為什麼你這麼嚴重 我媽媽不疼你 我媽媽怎樣來疼你 他原來這個男生 他晚上來讀夜學 但是 日後他就做電器工人 他每次做事做得很累 回到他家 媽媽又不留送 又不留飯給他 他就覺得很傷心 覺得媽媽一點都不疼他 做得這麼辛苦 回來都不留飯 送給我吃 所以他想自殺 那我說 沒什麼理由 即是那個年代 現在我說起來 應該是三十幾四十年前 我沒有想過那個年代 青少年都這麼容易打算自殺 是啊 我說 你告訴我 你家裡的情況是怎樣 他說 他媽媽只有一個毒 老爸在外面包了兒奶 我說 如果這樣 媽媽更加不疼你 是不是 毒子已經是要疼你 何況丈夫已經在外面包了兒奶 即是幾乎老公是沒有了 這個兒子更加深光明定 我說 你經常說你媽媽不疼你 我說 你有沒有對你媽媽表示過你疼她 他說 那又沒有 因為那個年代 我想想那些女人 不像我們現在 有些什麼都說出來 她不懂得表達 我說 你又不會向你媽媽表達你疼她 那時候她跟我說的時候 就是十二月 十二月就是聖誕節 那時候我和你做一個測驗 看看你媽媽疼不疼你 那時候我做化妝品生意 那我就拿了一瓶潤面霜 就拿了一塊布 那塊布 就是她媽媽四十幾歲 就適合她用的 那我說 那你拿回去 就給你媽媽 就說是聖誕禮物 我看你怎樣 就是起碼你表示你關心她 天時冷 皮膚這麼乾燥 你可以是潤一下臉 又給她一件生產做過年 我看你媽媽可能不開心 誰知道她媽媽一收到她的禮物 就周圍隔離人說 我兒子送給我聖誕禮物 我兒子多疼我 就開心得不得了 就買了一個三百五元的手錶給她 那時候兩母子就開始有計談 大家就 你又疼我 我又疼你 她就很開心 不想自殺 那時候我已經 那個戲已經完了 又沒有再見面 她就疼了封信給我 就說我好像一個黑暗中的明燈 帶她走上一個很正確的道路 很感激我 就願意以後對我 表示無限的關懷 有什麼什麼的 我很多事情是誤回的 你不說出來 大家都不知道你的心點 一說出來 原來已經破冰了 我就寫封信給她 這封就是我回給她的回信 為什麼會拿出來登 因為我經常被編輯追我拿稿 那時候我寫了封信 等於手袋 回到公司餐廳 坐在那裡吃東西 又有個編輯來追我拿稿 這是我封面的電視周寒的編輯 我想想想想 我又寫 這篇文章其實可以用來登 因為是挺正面的 我說不如影印給你拿去登 誰知她登出來 所以她說這裏 她的編輯就說 我是特別為面青人寫的 誰知登出來之後 就被名愛夜校的校長看到 她說我對青年人有很好的啟發 於是就去學校貼堂 貼了三個月 所以這篇文章我覺得是挺有意思 對 明白 那有沒有一些 除了說 一些對青少年比較正面一點的 書法的感情之外 有沒有一些內心世界自己的感情 哇 他們感情的多 我相信沒有人敢問你這些 不要緊的 我是一個多職人 這個就是 感性一點 我想要一些感性一點 這個浮波 這個浮波是怎樣來的呢 因為那時候我在做化妝品生意 就是我在日本拿了一張證書 就是做cover mark 就是開班化妝的 有些人天生是說 你叫做中文人 一邊面黑 一邊面是很正常 或者那些是 類似是白色的 那些黑的不是白色 白色是白的 另外有一些紅的班 那些學名叫做太田士武班 這個名詞 我在日本學的 就是太田士武班 然後就把它遮蓋到 就是完全 因為我們去學的時候 他教導導師 本身是這樣的 一邊面是 一邊面是 因為他請了那些人 他一定要這樣 他教導師的時候 最初一看到他很漂亮 在上課的時候 他就把他洗完他的化妝 一洗完化妝去看 原來他兩邊面是不同的 他本身就是一個模特兒給你看 那我就學完之後回來 我就在中環 你不在西街那裡 我姐姐開的那間店 我專門賣那些 我教導他們 你買回去 你不可以就這樣用 你一定要教他怎樣用 看到很多人 有結婚的人 我有感於心 有一次 那時候我很流行 自己很浪漫 一個人就駕駛車 就去淺水灣 坐在沙灘裡 我游了沙灘擠 不是 天馬行空的心在想 我看到那些浮波 這些浮波 你也知道 多大風 多大浪 你蓋了它 一會兒它又出來 那我就覺得 那個浮波 就真的等於那些 有困難的事情 它永遠是被你去壓迫 但是它永遠不低頭 它自己怎樣去打擊它 它有自己的過信 所以這個浮波 這個我就覺得 喜歡很有意思 不如讀一兩句 你比較喜歡 因為這個 我相信觀眾未必看得到 清楚的文字 有沒有一兩句 你不如放大它 放大 好 如果你說讀 我就情願 我不用讀 《吸你》的那篇 我就告訴他 人家說 人生如無糖 但我說人生如咖啡 為什麼呢 因為咖啡本身 是黑色的 有少少苦澀的味道 但是當你 拿一些奶 拿一些糖 噴下去的時候 它又變得很香 心六可口 我說快樂 就等於咖啡灼上的糖 拿多或少 是全靠你自己去拿主意的 所以我說 我變成你手上的茶匙 幫你盛取糖與奶 放入咖啡中 最後的結尾就是這樣 我見到這個 是嗎 我覺得這樣是有意思 是不是 而浮波那裡 我就說是 永遠不低頭 你憑憑風浪起 如何蓋上的糖 一會兒它又會變得出來 永遠受挫折 但他永遠不畏服 所以就 養成你這個性格 在娛樂圈 立不倒 到頭來 其實沒有倒 到頭來 終於獲得一個 最佳的女配角獎 不是一個 三個 但是同一部戲 是否因為這個性格 而造就這個獎 我很信服 一句說話就是 性格正義 我想我一生的 這麼多的經歷 就跟我的性格 真的很有關係 如果我不是有這樣的性格 我想我已經 不知是什麼 那拿了這個獎之後 影響到你人生 會不會另一個階段 有的 有影響的 真的 就是 每一個人 當你經歷 這個都是一個很大的轉變 應該是 每一個人 當你經歷了一個大的轉變的時候 你不多不少 一定的心態 很多對市民的看法 都有不同 真的 我反而覺得你獲獎之後 反而見人少了 清閑了 不同了 節奏慢了 你真的這樣說 是啊 不過事實上 就是剛剛獲獎了 我在亞洲電視一直都簽約 簽到2006年12月31日就沒有約 那滿約的時候 我打算是退休了 應該退休了 做了這麼多年 四十幾年的時候 誰知道無端端 2007年 有一天 許安華的PA Semi 打電話電話 許安華有一部電影 想看我視鏡 問我 願不願意去 哇 我說許安華是我的偶像 我非常欣賞這個導演 如果有機會 跟他學習 真是求私不得 他說 那你來視鏡 為什麼呢 因為他平時之前 他有很多人試過鏡 但是他們都不喜歡 令到許安華 還有幾天就要開鏡 周圍問人 有沒有人可以 做這個角色 那出之 就有人告訴他 為什麼你不找陳黎文 陳黎文很棒 這個是TA跟我說的 為什麼你不找陳黎文很棒 於是他就找到我去出事 星期二打電話給我 星期三下午 他觀看他的寫字 那一 給我兩場戲 那 一試完之後 他拍了 他拍了給導演 一是PA的 他說 星期四下午 我就會告訴他 行不行 等我們的電話 誰知道我回到家 星期四上午十點鐘 已經打電話給我 導演決定用你 因為我一試完鏡 他就馬上拍了大腿 你就是我們要找的人 但是他認為是這樣 都可以導演 通過 結果星期四 就告訴我 叫我星期五 就去做事 星期一 星期一 就開始 所以我覺得是很有趣的 如果阿士 不是跟我已經不再做事的時候 我可能接不到這個戲 你在那裡做過你都知道 你要請假 你要申請在外面做些什麼 要經過六個關卡 六個高層簽名 各個部門簽名 這六個都不會 他不會有空在這裡跟你做 每人一天 都不止星期一都開不了鏡 首先是藝研科 第一 藝研科的老闆 老闆在上面的老闆 藝研科也有兩個老闆 許安華根本是 完全不知道香港有個演員的陳麗雲 沒看過我的戲 只是別人說給他推介 他就叫我去試鏡 那你想一下 怎麼會等你呢 是不是 你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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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呢 梁梁姐呢 很重要的討論 就是 例如如果角色真的不化妝 就算是電視台也好 他真的可以不化妝出鏡 他不會說不行 因為有很多人都會說不行 畢竟出鏡 怎麼都要化妝 這些你同學都清楚 不要說名 因為未必會跟著角色 有需要而去裝備 我記得你拍這部電影時 跟你談過一個電話 那時候你開店 說 哎呀Didi 因為這部電影沒什麼錢 變成我們要自己的衣服去 哦 他不是這部電影沒什麼錢 不是這樣說的 因為導演說 他說 你呢 造型那天 他說 你可不可以帶一些衣服 適合這個角色的你 哦 他們公司都會買衣服的 不是沒有錢 不是這樣說 他說你帶你的衣服來 就看看 合不合用 那些什麼 那些主婦衣服 大把 阿婆衣服 拿了這件衣服去 誰知道全部都瘦了 很喜歡 結果 整個電影都是用我的衣服 只有一件 就是 睡在床上 那些阿婆睡衣 那些我沒有 沒有 穿阿婆睡衣 那些全部都是我的衣服 有什麼改變了呢 我簡直在發夢 簡直覺得不信 有一天 我和一個女兒在卡拉OK唱歌 阿婆姐叫我 他說什麼事 他說 喂 這次金像獎有份提名 不要開玩笑 怎麼會我提名 他說真的 他開記者招待會 提名名單 有你啊 我說什麼 都不信 你明天看報紙 我下報紙都還沒買 你怎麼知道 那個記者帶你買給他 於是我就突然看 有提名 都好 有得提名 就是想著 完全想不到自己會得獎 想著去到 就能參與一下 坐著看人家領獎 也挺好玩 又走走紅地毯 完全是一個旁觀者的心態 想都不會想到我自己 因為你十輩子都不拍一個戲 有什麼可能得獎 不要玩 我真的不相信 4月19號那晚就是頒獎 4月18號 阿寶姐打電話給我 喂 你想到 說什麼 我說什麼 那上課拿獎 不用說話 我說 誰想著去拿獎 我去看你拿獎 因為每個人都說他頂頭大儀 我去看你拿獎 我怎麼拿獎 我沒有想 我沒有想 你怎麼想想 或者你真的拿獎 我問我 什麼事 做夢沒那麼早 到底走紅地毯 一刻進去後台 七個傳媒問我 你今天有沒有信心拿獎 沒有 絕對沒有 斬釘截貼 為什麼沒有這樣 如果沒有你認為應該是誰 我看好要可受 我想他應該拿獎 第一 他是很煙的 第二 他很資深 第三 我有一點點情意 什麼呢 因為我跟他做了兩個戲 我做他媽媽 李青照和張寶仔 我做他媽媽 那我有一點點感情 其他那些我不會 所以我就看好他會拿獎 一想著自己在那裡拍手 誰知道 最後一宣母的時候 陳麗文已經不太熟 想想 是我來的 每個人都看到我打了個特 我完全想不到自己 愚蠢蠢地上台 我見百姊比你開心 我都不知道什麼事 直接覺得是沒有可能 所以有時候 唉 所以有些人說 你不知道為什麼我真的不知道 他們事前個個都不知道 主席都不知道 那些人投票就拿去媒計師樓 檢查好之後 誰得獎 那些就封密 到那晚頒獎才拿到他台 所以就發夢了 好像發夢了一年 之後就很忙 立刻瘦了幾磅 因為那晚餓了三十個小時 有三個自在餐等我吃 我一分鐘都沒空吃 去到這裏拍照那裏又訪問了幾個 立刻受了幾磅 我說這個最好的收穫 我 我堅強過受了幾磅 但是 民心說 真的是 一個很好的經歷 我看到 鸚鸚姐姐她說 她說真的很快樂 真的很快樂 快樂是什麼呢 這個是 世界上原來 居然有奇蹟 我覺得是奇蹟 還有 自問良心 四十幾年的演戲生涯 我真的很用心 得到這個獎 我覺得是給我一個最好的鼓勵 從此就可以很安樂地 就算是現在已經下班 我也沒什麼所謂 不要趕下班 真的心是這麼想 我明白 真的 此生無憾 作為一個演員 已經得到一致的認同 尤其是 我拿第三個獎的時候 她有個特刊 金像獎 那些評審沒有給你評語 但是第三個 第一 華語電影 第一 優質華語電影大將 那個人 在西班牙電影指導館拿出來 所有的評審 為什麼我投這個人的票 哇 看到他們的評語 可以分享一下 可以分享 最開心的一句話 只見角色 不見演員 哈哈 明白 就說我給人一種非職業性演員的感覺 就說看到我 就知道什麼叫姜是老人 很多 我評審看到之後 感覺是很開心的 原來一個人 你得到別人認同 別人欣賞的時候 那種快樂 真的沒有與論比 所以上台的時候 你都看到我眼中閃著一些雷光 你有看的應該是吧 那有人就說 你之前你不知道的嗎 我都不知道 他如果不知道 你有什麼理由這麼鎮定 你應該大跳大叫 你突然間有個 你的性格都不是這樣的人 你說小妹子 大跳大叫 你的性格都不是這樣 對 你都沒有 沒有儀態 大跳大叫 就像什麼樣 我都知道他們的意思 你連惡言 驚喜 目撐口罕都沒有 但我覺得我是疾了一疾 疾一疾 對 覺得是說 不可能還好笑 我姐姐和我妹妹都在家裡看 一知道我得獎 我姐姐馬上打電話給我 她就哭到覺得很漂亮 那阿兵說你是誰 聽她哭到 平時當然認得她的聲音 我是大衣 很開心 你拔不得出來 唉 真的很笑 其實原來 別人都替你開心 很開心 我真的覺得 我做了幾十年 原來也有個成績表出來 說你都可以的 這個是最安慰的 因為我們以前的台 就算我們的藝人多努力都好 都比較是 被人能看到 是啊 所以變成你們拿獎 對我們 就算是以前的同事也好 現在的同事都覺得 很大安穩 很多雜誌就說 亞時之光 不過亞時都沒有找到她 不是 那一次是否訪問過來一次 訪問過一次是因為爆炸 金像影學爆起症特輯 就叫我和許安華 去蹲蹲腳 不要緊 離開了 現在發展多好 沒有什麼發展 也有 例如去了一個 另一個台也做了一些特輯 沒想過 一把年多 仍然都可以和我們 年輕人一起 可以做時尚的節目 不要說一把年多 人家問我 問姐 你今年貴更 我十六歲多些 多幾百個年 對 我十六歲多些 多幾百個月 十六歲多些 多幾百個月 我說 我說 永遠我有十六歲的情懷 情竇初開那一隻 是吧 那你很開心 你永遠都十六歲 是啊 多幾百個月 多幾百個年 因為我相信 我這個獎領 令到你多了很多不同的 更加 不同的機會去接觸另外一些東西 做了很多不同的節目 不過現在又不是了 因為已經 第二個相片 熱潮就是這樣 嘩 我試過一天收六十幾個電話 那些傳媒很厲害 我家的秘密電話 他們都知道 對 我家的秘密電話 他們都做得到 哇 打得我 真傻了 怎麼會知道我的電話 我當然有渠道 那接下來呢 有什麼計劃 沒有計劃 我這輩子 永遠都是隨願而安 我從來沒有主動去追求任何東西 所以沒有計劃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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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是開開心心地去過日子 這個日子 最近什麼都放下自在 不要執著 嗯 好了 跟你談了 大約我們上下集都一個小時 是 如果我想說 你用幾句說話 去回應給我們一些 一生一代的年青人 你會跟我們分享些什麼呢 我覺得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不要把任何不好的東西 就推給別人 因為如果一個人 我覺得如果你由始至終 你沒有經歷過困難 你的生命是很疲惑的 我自己最開心的事 是因為我在艱苦中成長 一個人在艱苦中成長 你才知道 什麼得的可貴 是不是 當你能夠珍惜 你每一件事 你能夠獲得的時候 你的生命是豐富一點 就不要經常得過埋怨 還有最後一件事 這個世界上沒有不勞而獲的 是的 你能夠做什麼 人們說中瓜得瓜 中豆得豆 是絕對正確的 例如這樣 如果你是雲仔 不是每一次都 磨你把刀 準備好 你來吧 你一來我就砍你 不是這樣 不要說笑 暴力 如果不是磨你自己的刀 因為你賣到過來 我可以好好利用的話 我相信沒有今天的成就 我又不覺得自己有什麼成就 只不過我最安慰一件事 我可以讀這麼少書 而不只是去做一些努力的工作 工作無分必然 我不會覺得哪一件是低下 哪一件是高上 我不覺得這件事 我覺得是低下高上 是以一個人格來分 不是財富地位來分 因為我自己肯努力 所以我才可以做多這麼多的事情 如果我不努力 我就洗一下碗 倒一下垃圾 掃一下街 那些的工作 我就可以做 因為如果你完全不識字 你讀劇官都沒有能力 那你做什麼呢 就是這樣 就是做一些新老的工作 還有你一定是 因為我這麼多的傳奇 譬如我編劇 我做什麼 雖然說是一個奇蹟的偶然 但有一個奇蹟來到你身上 你都可以把握才行 奇蹟來到你身上 你把握不到也是沒用的 所以剛才你開麥克風的時候 麗雲姐也說 如果當天她不是把每個機會 好利用或掌握的話 相信今天 我會在街上做倒垃圾的工作 不是做一個演員 多謝陳麗雲 今次的好好的分享 多謝你 多謝你